傳出就是侯正營他們有幕僚 然後推薦他 然後希望他來選這個黨主席 然後跟您競爭 那您怎麼看 我沒聽過這件事情 但是最重要 你看到昨天侯市長 還被監察院 這一些所謂的東廠或鷹犬 來針對35年前的事情 這樣子的浪費時間 浪費最重要的 這個新北市長的時間 而且是用 幾乎是一個政治追殺的一個角度 來針對35年前的事情 來法約群一個半小時 我覺得國人可以接受嗎 賴清德你可以接受嗎 這樣的監察委員可以接受嗎 我想這樣的監察委員 誰提名他誰要負責 退卻選主席說是黨內有人在操作 我想沒聽過這一回事 那傳出就是侯正營在敗選之後 還在找戰犯 然後一個是馬前總統 然後一個是不滿 就是您當時退藍白 不要幫這些錯誤的謠言去找新聞的內容 我可以請100個媒體寫100個謠言 然後創造100個新聞 這沒意義啦 台灣現在就是好好的把事情做好 國民黨現在扮演的就是把我們的監督的工作做好 這才是關鍵的重點 因為大家都希望民進黨在過去創造出這麼多錯誤的事情 或者是很多的弊案 或者是很多民生的議題 我們國民黨有這個責任 團結一致大家不管是在立法院的黨團 或者是在我們的地方政府 大家把事情做好最重要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